路特斯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跑车品牌之一 自从被吉利收购以后 就不断的有消息称 它将在国内推出全新的车型 日前国内的媒体报道 路特斯已经确定将会在国内推出一款大型的纯电动SUV 新车将会在吉利的武汉工厂投产 这款全新的SUV代号为Lambada eSUV 根据目前流出的参数数据来看 这款全新的SUV长度4900毫米 宽度20117 而轴距则为2999毫米 车辆的定源为4-5人 该SUV会搭载550千瓦的电动机 电动机最大扭矩分别为710和1140牛米 车辆的续航里程为579公里 这台车的尺寸可以说不小 但新车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样式目前尚不清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台新车会非常惊艳 毕竟路特斯是一个跑车品牌 即使推出的是SUV车型 其外观与内饰的设计绝对不会是泛泛之辈 而且根据新车710和1140牛米的扭矩来推断 这台车的动力会相当的爆裂 其0-100公里的加速很有可能会在3秒以内 关于这台全新的SUV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您对这台SUV有什么期待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发表评论